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昨天和大家分享说 在这个末后的世代 求主让我们对我们周围的环境有一个敏锐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神常常透过周围的环境提醒我们 这是什么时刻 冬天快来了 把夏天的衣服可以收起来吧 夏天快到了 恐怕我们就需要把冷气先拿去清理一下 什么时刻做什么样的事情 不要在关键的时刻去做那些不重要的事情 无关紧要的事情 以至于我们错失了那个关键的时刻 而接下来呢 我要和你来分享的是说 主说了两件事 主既然提醒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 那么他叫我们怎么回应这个时刻呢 第一个是 所以你们要警醒 所以这个词就是说 后面的这句话是跟前面有关的 前面讲了些什么 而现在接下去 所以要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要警醒 为什么 因为前面提醒我们 我们不要像挪亚的那个时代 洪水的那个时代 不知不觉 以至于洪水突然来了 把他都冲走了 人根本没有预备 那个时代的人 在圣经里面看到说 他们好像睡早了一样 外面发生些什么 对于那些迹象都没有反应的 今天我也求主帮助我们 我真的相信 主来的日子静了 好像圣经里面说 已经在门口了 我们看见那些天灾 那些人祸 那些在圣经里面 让我们看见的地震 饥荒了 国要攻打 国民要攻打 看到这些事的时候 我们应该有一个属灵的敏锐说 主快来的日子静了 帮助我们 恩待我们 我们赶快预备 也许有人说 两千年前就说 主快再来了 已经在门口了 两千年都过去了 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呢 难道主在待年吗 不 主在等我们 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 整本圣经的最后一卷书 叫启示录 讲到将来的事 然后呢 在启示录的最后一章 三次主说 我必快来 我要快来了 我要快来了 三次 在一章圣经里面 很密集的连续讲 主说要快来 要快来 又要快来 而最后 老约翰他也回应说 主啊 我愿你来 但是主要快来了 我们老约翰说 我也愿你来 可是为什么主还没来呢 因为我们还没有预备好 因为我们没有预备好 当我们也说 对对对 主啊 我好渴望你来 但是我预备好了吗 就好像一个学生说 对对对 赶快考试 赶快考试 考完了就放假 可是我预备好考试了吗 如果我没有预备好考试 我怎么敢随便说 赶快考 赶快考 求主帮助我们 在神的恩典当中 有一个敏锐 主要我们醒过来 醒醒 帮助我们 不是那个睡着的人 以至于对环境 给我们的这些迹象 没有任何的反应 经许可疑 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 在神的恩典当中 帮助我们